網路上網友怎麼說呢 我發現大家現在很看得懂芒果乾 我們來看一下 指的是檢舉綠營 總統候選人的違建嗎 因為現在路透有個消息 這是在9月7號的報導 他說呢 微軟指出 發現了一個巨星 是中國掌控的社群媒體假帳號 企圖運用AI來影響美國選民 我只能說啦 如果中國真的發明出了這個東西 可以影響到美國選民 整個操縱到這個媒體的話 那這一間公司絕對是發財了 好 影響力有這麼的大 好 那他說的是什麼呢 好 所以網路上大家就在說 那你指的是檢舉綠營總統候選人的違建嗎 還是你說的是介入買蛋嗎 好了啦 還在芒果乾 好 白話翻譯叫做是 反對民進黨的都是中共同路人 選不上都是因為中國在操控 好 美國沒有選好 拜登沒有選上一定是中國害的 誰沒選上都是中國害的 亮哥你怎麼看 好 那意思是中國要支持川普 那不是更可怕嗎 我不認為中國會介入 因為這兩個人各有優缺點 拜登不是一直在講 其實俄羅斯比較明顯要介入 因為俄羅斯跟普丁跟川普有交情 上次就介入了 川普當選那一次有介入 就搞到希拉蕊黑人票跑到要一些嘛 因為據我了解那一次後來有人做調查報告 他說他就針對那個非洲裔的社群 然後放一些那個希拉蕊到高盛演講一次領30萬美金這樣 引起他們的相對剝奪感 那也是事實啊 這個是事實 他沒有造假 沒有造假 他只是說針對那個黑人的社群就大量拋 只是把一些大家可能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告訴大家 就是希拉蕊如何奢侈啊 如何跟有錢人在一起這樣 那也是事實啊 對那也是事實 可是這個就是說是這個是可以操作 就選民會討厭 對對對 然後就造成非洲裔 非洲裔柯林頓是投得非常好 結果證明這個希拉蕊轉移不過去 就是所以這個操作上當然是有可能 而且我講白了啦 其實俄羅斯啊 畢竟還是屬於白人 那美國也有大量的俄羅斯裔 他們深入美國社群 遠遠超過中國大陸啦 因為楚克佛格就是啊 一大堆啦 我跟你講事實上 一大堆猶太人都是俄羅斯去的 對對對 因為蘇聯那個時候 送了一大堆猶太人給美國嘛 那都住在美國啊 那他們都會講俄文啊 有一些是去美國 有些去以色列 很多猶太人都跟俄羅斯人混血的後代 對對對 那中國大陸坦白說 對美國的社會的深入的程度 不夠啦 因為畢竟你那個臉一認真出來啊 華裔人很少啊 對啊 所以大概可以影響華裔社群啊 是 可是那個人很少嘛 對 不夠多啊 對啊 所以呢 反正就是芒果乾嘛 拼命的賣 但是不過 讓大家比較關注在今年的選戰 的部分 或許是有關於未來到底會不會打仗的這個部分 還有我們離戰爭有多遠 你知道嗎 接下來哦 今天的消息哦 義務役在明年1月1號的時候要開始恢復 一年一期然後從94年次之後的義男開始了 家裡有沒有94年次之後的義男呢 歡迎大家在聊天室 嘉伊留下你的想法 好 而且呢 接下來的訓練 還包含了入伍都必須要接受手榴彈的實彈投擲訓練 那國軍目前用的主力手榴彈是美造 國造美規的MK2 那政府現在採購的是3.72億元 然後委託中科院在生產的MK2手榴彈的隱性 但是我知道 其實手榴彈這個練習哦 我不太清楚說現在是已經有暫停這個實彈的訓練 然後接下來是做實彈的練習 因為我常在這軍事節目 那個將軍都會示範 他說手榴彈不是說你會丟就可以了 他是有包含他有專業性的 而且你必須要有準度的 因為他是具有危險性的 對 將軍 首先我要跟我們現在就94年以後的義男 還有家長講說請你們先安心 不要害怕這件事情 因為他這個手榴彈投資的訓練場 其實是很安全的一個規劃 就是場地長什麼樣子 譬如說你在這邊丟手榴彈對不對 那下面就有一個B站坑 如果萬一你手榴彈滑脫 然後那個班長你旁邊站一個班長 你就會把你手榴彈踢到那個洞裡面 那洞裡面就滾下去了 然後前面是一個大坑挖了一個大洞 所以你只要會做這個動作 你只要會做這個動作 大概然後蹲下來就不會有生命的危險 那這個是只是我們的一個訓練場地 是這樣子 主要是訓練這些義男 他有著膽量去丟手榴彈 因為我跟你講 丟手榴彈比打步槍還緊張 每次看到那個兵 拿著手榴彈拿著手榴彈 手都在發抖 臉色發白 我們都會看到嘛 因為你我跟你講 比砲兵那個砲雖然都比較大顆 可是你看不到那個砲 而且不在你手上 你拿手榴彈拿手上 那個病都會發抖 然後隱性拔下來以後 就真的是發生過很多次 我就看到那個兵 因為每次從手榴彈的時候 這個訓練新兵丟手榴彈 我都在旁邊 我就看有些兵 他就把隱性丟出去手榴彈 握在手榴彈 這我武功又想都很緊張 真的 因為你拔掉我就是把他丟掉 後來因為旁邊就站那個班長 那些班長就是就比較有經驗 就會把他這個手榴彈拍掉 現在比較擔心的是 我們現在這些班長 有沒有那麼多有經驗的班長 因為這五年 這手榴彈從四年改成 四個月的異級以後 這些班長都退伍了 退伍以後 你怎麼再去訓練一批 這種有經驗的班長 我覺得是很大的一個問號 他自己本身要有這個膽量 敢站在那個兵的旁邊 然後兩個拿一個手榴彈丟 第二個我特別要說 這個是訓練 我請各位義男跟家長 先安心 可是實戰不一樣 MK2手榴彈有多重呢 有600公克 也就是0.6公斤左右 裡面裝的火藥是TNT的火藥 那美軍現在已經不用這種 因為你手榴彈越重 你丟的距離越短 對不對 那現在美軍用的是M26手榴彈 它比較輕 它裡面裝的火藥 但是效率比較大 叫吸火藥 它只有0.4公斤 所以說美軍的手榴彈 就可以丟的比較遠 那我特別要說 MK2手榴彈 真的是不適合我們東方人 因為我們手小 像我來講個子又小 手就小 抓起來丟就丟不遠 這個作戰的時候 我大概就是那手榴彈 我自己測過 我平地如果說是駐跑 我還要駐跑丟 大概再丟個四十幾公尺 但是達到合格標準 那手榴彈爆炸的威力半徑 是15公尺 也就是說 你最少最少要丟20公尺以上 你才不會大到自己 國軍標準是30公尺 30公尺及格 大陸是37公尺 因為30公尺是及格 大陸的手榴彈 我們新兵怎麼丟得來30公尺 你要覺得太多 他就是這樣規定 我們新兵沒辦法 他說你如果丟不到30公尺 我會照到自己 對 因為他爆炸威力是15公尺 但是我們有時候經常就是說 這個你丟實戰的時候 那種心裡的時候緊張啊 慌張啊 如果說是在實戰的狀況之下 對不對 那你頭一伸出來 那頂多了不起 我在想說 你就二三公尺已經是很不容易 因為在那種緊張高 亨分的狀態之下 其實丟起來 其實憑良人講 如果實戰真的是蠻危險 因為你不小心 你不要到時候丟到自己人身上 那這是代表 我們在為城鎮作戰做準備嗎 我跟你講 這東西就是城鎮蛋 你要知道 我剛剛講的 爆炸距離15公尺 就算你丟30公尺 既然在30公尺之外 你丟都很準 你頂多敵人在30公尺之外 那你那顆爆炸之後 如果說你沒有把敵人 炸死接著下來是什麼動作 就是拼刺刀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就這麼近了 就這麼近的距離啊 所以我覺得守核彈 可能只是說 最後的一道的這種 自我防衛的力量 其實用把守核彈打出去 還有很多種的方式 我們叫槍榴彈 就是用槍 把這子彈發射出去 它可以射擊的距離比較遠 那守核彈跟步槍 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一個是直射的 步槍只能打 如果人家躲在嚎勾 或散命坑裡面 你就打不到它嘛 你步槍直射武器 你就打不到 你必須要用守核彈 丟到那個洞裡面 或敵人在圍牆後面 或在窗戶後面 你可以用守核彈 做一種攻擊的動作 對 可是我特別要講就是說 我比較擔心的 就是說現在來講 我很具體來講 我們班長夠不夠 這種有經驗 陪著新兵訓練丟守核彈 我們訓練的人夠不夠 對 我們的班長夠不夠 你不要看 我們今年預計要招 我講 今年義務役士兵5萬人 對不對 每個人一起兩個月 訓練時間兩個月 也就是說我自己估算過 你少說要有800個班長 你有沒有那麼多個 有經驗班長 站在兵旁邊 協助他就算 你自己心理 心理 情緒 或各方面來講夠穩定 然後可以協助這個藝男 你不要到時候 他手段一滑 對不對 心兵一起然後手段一滑 你班長自己嚇著先跑掉了 然後你不會 就是說那種 我們的班長都 以前我在的時候 我們心兵中心那個班長都很穩的 他就直接把手段踢進那個B站坑 然後把那個兵一抓起來 往旁邊一丟 然後把它壓在地上 因為大概手段爆炸時間 拉開已經15秒鐘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 就是說配套措施有沒有做好 對 現在就是說你班 我自己是懷孕 因為我當過兩次心兵中心組 我看過心兵丟手段 大概不下五六千顆以上 所以我知道這些問題在這個地方 你要有足夠的班長 因為站在那個兵旁邊那個班長 是這次訓練裡面重中之重 希望把這些班長 心理素質啊 各方面都培養好 才是讓家長跟一男 能夠安心最重要的一個條件 沒錯 但是在這之前 剛剛立將軍也直接說了 這就是我們在為城鎮作戰 在做準備了 這也代表著 你知道嗎 你再怎麼賣芒果乾 你知道嗎 對於人民來說 其實很多的不安全感還是在的 委員要幫我們補充嗎 我覺得軍事訓練 從最基本的動作 一直到這個 刺槍也好 丟手榴彈也好 然後基本射擊也好 甚至於學會一點機槍的操作 都沒有問題 這個是軍事訓練都要用 可是就台海戰爭來講 有用嗎 沒有用了嘛 你說城鎮作戰有用嗎 我大白跟你講也沒有用 美國人太樂觀了 以為這樣就可以打一場城鎮作戰 這個阻擋解放軍 現在問題在哪裡 解放軍的攻擊部隊是專業部隊 都是瓦格納級的 我們這邊的新兵訓練個一年 你派上戰場去不是送死嗎 烏克蘭就證實這個事情啊 那些新兵送上去 平均大概在火線上兩個小時就掛點了 所以最近我看了一個視頻 這敖德薩在辦那個喪禮 一整排的喪禮 但是呢 那個在主持喪禮的人都年紀比較大 躺在棺材裡面都年紀比較輕的 哇那是白髮人送黑髮人 全部都是 然後一對婦女圍著那個棺材哭 哭什麼 不就是一個殘酷的戰爭啊 你應該打這種戰 而且還是敖德薩耶 是敖德薩的士兵出去 而他本身還不是戰場耶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誰造成的 是先問這個問題嘛 對不對 俄乎戰爭現在所有的美國的戰略學家 一致認為就是拜登政府犯下的 戰略錯誤所造成的 那如果蔡英文民進黨要犯下戰略錯誤 要去搞台灣共和國 那他只能有一個期盼 就是說中國大陸這段時間 執行所謂和平統一 那和平統一不會被取消 那只要中國大陸繼續玩和平統一 那他繼續玩台灣共和國 就可以玩得出東西來 那哪一天中國大陸突然間 把和平統一收起來啦 改用武力統一 那你在講什麼台灣共和國啦 在講什麼 冰哥啊 延長這一年 我跟你講延長成三年都沒有什麼用 因為我以前三年兵我怎麼會不知道 對啊這也沒什麼用啦 那為什麼 因為武器 武器差距太大了嘛 費用經費差距太大 設備差距太大了嘛 那你現在你有什麼武器 沒有啊 你AK-47啊 現在戰爭你看那個 那個俄烏戰爭 你有看到你在丟手榴彈嗎 沒有耶 現在動不動這無人機啊 現在都是高科技戰爭了 動不動都滑翔炸彈啊 用無人機丟手榴彈 現在問題來了 誰的無人機是比較多 對 現在問題來了 你有多少工廠可以做無人機 我們那個國安部不是弄了一筆錢啊 說我們準備做三千架無人機 我老天爺啊 三千架是什麼數目啊 大陸上一年 不要說一年啊 一天生產都不止三千架好不好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這個完全是 這個美國人所講對 這是一場不對稱的戰爭 因為天生就是不對戰不對稱的 然後他把 故意把不對稱的戰爭扭曲為 我們能夠以小勝多 也以小勝大 以少勝多 我送他四個字 天荒夜譚 夜郎自大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 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對抗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Boot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揮傷身體健康 請上快點購健康 接著 我一直是在 中心的好友 請下快點購健康 呃 飲食 水 飲食 飲食 水 水 飲食